不是 沒有 真的很誇張 表情也到位 任什麼都到位 哇 真的 很美 其實我一個人也活得好開心 很棒 本來多一個人的時候 嚇死 對 去打針 去取藥 然後打麻醉 去取藥 然後這樣的一個療程 已經習慣了 五年耶 結婚生子大家印象當中 好像都是女人最後的歸屬 但是這是她們最終的夢想嗎 不好說啦 對啊 只是那麼說 但今天兩位這個重量級來賓 我只能說她們把自己的生活 掌握在自己手裡 過得非常地精彩 而且 今天就證實了一件事情 現在改來得及嗎 怎樣 我們也要 所以今天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誰咧 我們今天從魅惑寫著女心 風華再現之體態之美 到母親之美 讓我們一起歡迎軍中期人 明真姐 大麻女神美真姐 謝謝 兩位是不是要改了 Jane Grace跟曾璇 我叫竹珍 我叫竹珍 對啊 所以我們就要想說 這個因為兩位女神 真的出我手上有一本 有兩本 就她們之前出了寫真誌 你知道慾望城市裡面 Samantha不是就有一集 她去拍一張讓她自己全裸 然後掛在她的客廳 她就讓她自己知道說 曾經你看 我體態這麼地美好 這麼狀態最好的時候 我要留下這個印象 所以我覺得兩位 現在當然還是維持得非常非常好 真的 你不覺得我們如果有到這個年紀 可以這樣子 很強 真的 很強 真的 但是是不是都沒有看過她們 可以看嗎 想看 你看看 我的天啊 這個床帶好美 我看到 米桃桶 米桃桶 是真的很誇張 這個造型可以看 這個造型可能是大家沒有看過的 明真姐的樣子 就是比較有感法 然後比較狂野一點這樣 而且是非常的健康 然後非常的Sexy的那種感覺 你看這個整個就是表情也到位 任什麼都到位 怎麼樣 怎麼樣 攝影大哥有沒有Q 有Q就點個頭 點 你看 而且妳不要忘了 當年是沒有什麼修圖 對 以前沒有美圖秀秀吧 全部都是實打實 直接上 也沒有修腰身修 修閒那時候很像 真的很美 真的很圓 還好以前真的有去拍 真的是不是 對 可是那時候妳怎麼會想要說 下定決心要去拍這個寫真集 因為我是從歌手轉戲劇 對 那個時候轉戲劇的戲劇公司 就覺得 妳以前當歌手的形象都太清純了 所以他們覺得戲劇應該是要展現 不一樣的自己 然後因為妳是要詮釋別人 所以妳要有很多的面向 它是因為這個點 說服我去拍寫真集 對耶 是 妳要稍微讓人家看到妳的改變 不一樣的 那不是就是永遠清純玉女 那角色的這個跨度不會大 是 這剛剛是明真姐的部分 但是明真姐也是一直都讓人家 感覺就是很狂烈 Sexy Sexy 對 很Sexy的女神 結果妳看 又更厲害的來了 真的 妳看那個SENV 有一個典雅感 對 對妳們來說是女神 女神 對 妳看這個SENV這件 很狂野 好狂 這很美 很美 很美 這是我在西班牙拍的 這在西班牙 對 妳好前衛 我也不曉得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造型 我也忘了 這是水底嗎 沒有… 不是 可是請問美真姐可以駕馭這種 很狂野性感的樣子 對 妳看就是美真姐 也是走這種狂野路線的 對 因為妝都很大膽 對 裡面是妝髮比較狂野一點 比較大膽 妳那時候的造型 在當時應該是算滿前衛的 對 沒錯 所以妳來台灣發展 拍寫真集的這個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妳想拍這個 因為其實 我來台灣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那段時間 剛好就是很多人在 拍寫真集的那一段時間 對 其實她不是 因為這本是十八週刊爆出的 因為我是十八週刊帶來台灣的 應該是這麼說 因為以前還沒來台灣之前 我就已經在買一下 拍十八週刊的東西 因為這樣子 我才有機會來到台灣 所以那時候 他們來找我之前 其實已經有別家來找我 但是因為不熟悉 對我來說 這個算是非常大膽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不敢 就算之前跟十八週刊 合作拍泳裝集的時候 我也是抱著那種 很害怕的心裡去拍的 因為馬來西亞很保守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跟十八週刊 在拍泳裝集的時候 我不要去 我想去辦法 我說要怎麼去消失啊 然後我不見啊 拒絕之類的 他說馬來西亞很保守 這一點真的是 我們那時候穿那個 其實都很害怕 會有人來把我們抓走 真的嗎 是 不可以這樣對不對 對 因為妳也是在打發發 會喔 對 會耶 但我剛剛看完這個寫真 然後再看到兩位姐本人 我發現歲月完全沒有 在他們身上留下任何的痕跡 歲月對他們很客氣 對 我覺得很強耶 但我想發問一下 因為運動啊 我就是 你看我腿這麼壯 有沒有什麼發 笑什麼笑是什麼 其實他們都笑我腿很壯 我看你們就是 這麼會運動 然後還可以保養這雙眉腿 有沒有什麼妙招 就是按摩啊 或是怎麼樣 當然我想說第一 體質也是有影響 對 對 你會不會是最基本的 就是要在笑 我們先回家好了 回家 已經沒掉了 我覺得妳還是有 就是看穿長褲 好玩 對 但我覺得其實女孩子 不都喜歡按摩嗎 其實妳去按摩也是有 也是有很大的幫助 放鬆肌肉這樣子 放鬆肌肉 然後它會幫妳這樣子 紓壓紓壓 對啊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其實妳運動後的那個伸展 也很重要 要不然妳肌肉真的會 整齊 因為我以前都不拉 不拉她的 妳運動到那個量的時候 這真的是很大的運動量 才會製造出所謂的肌肉 肌肉 所以我們女生其實很難說 馬上就會有所謂的肌肉 別想太多 我也很想有肌肉 但是要持續很多年 或者是用各種的方式 或包括吃的方面 才會掌聲 那個肌肉 這當然講得太好了 妳知道我多少次在健身房 因為到時候進來的時候 我不要練得像妳那麼壯 妳想說 她可能會老娘練幾年 對啊 真的 她可能會練成金剛芭比的時候 都沒運動 這個是藉口 不會啦 沒有那麼簡單 對 那可以 因為這裡面有很多姿勢 我覺得非常強 所以有沒有辦法請兩位姐 明真姐跟美真姐 可以教我一下 有沒有什麼展現自信的姿勢 真的耶 對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就是妳要先了解自己 哪一部分妳覺得 妳可以展給別人看的 好像沒有 這樣 有自信 有自信 妳覺得 比方說妳頭髮好看 妳也可以展示妳的頭髮 對不對 不見得說妳要全身的姿勢 就是一個性感的姿勢 對 一些性感的姿勢 教給他們可以 接下來拍照可以用得到這樣 對 好 好不好 兩位姐 好啊 我先嗎 好 那當然是要給一個高難度的 高難度 像高難度 這個 姐 我跟你講 她拉拉頓她筋很軟 對 很軟對不對 好 妳看像 像這種 如果說我要 因為我今天要顯示我的長腿 所以當然我們也要請 如果說也要請拍照的人 如果可以配合的話 盡量她要往下面拍 妳的腿就會變很長 然後像這種 把它拉出去的這種 覺得腿太美了 對妳來講太簡單了 這個 這個太簡單了 這個太簡單了 不要 這個太簡單了 這樣妳要記得把腿這樣拉出去 然後把這裡挺起來 其實這樣就已經奪得先機了 妳看 這樣拉出去 然後妳的腳一定要這樣子 腳尖要亮出去 然後這裡拉起來 好 隨時 但我說這個太簡單了 不要 這個還太簡單了 我教一個更難的 因為我今天有穿短褲 其實我拍照很喜歡 在地上 然後腿這樣穿 對 其實延長 因為街民真的有穿短褲 剛剛還可以 這樣 對 真的 這腿長得這麼短 對 是我愛用的姿勢劑 妳也是嗎 對 把這個腳這樣往下去 這個往下 然後看妳要怎樣 但是妳的手 妳一定要三角形推出去 這樣 三角形推出去 這個 這隻手推出去 我們蓋回去 這樣出去 專業 好漂亮 這樣妳的腿專業或者是說 一定要把它這樣出去 延伸出去 對 然後手一樣 這樣 這樣就會變成這樣 好燙 妳是拉拉對 妳應該是這樣子會比較好 姐姐 妳也來 對 妳在看傻眼 我覺得好有難度 對啊 因為它筋很軟 可是我的大腿很粗 什麼 可以 那這樣叫Ricky 可以嗎 不要這樣 這樣對嗎 來 這裡要 這樣子才會 這樣子才會長 這樣才會長 這裡會很長 等一下 因為現在 現在可以靠修圖 誰說出一抽更煙 現在可以靠修圖 然後我跟你講 自己的要出來 這樣子尖的出去 這樣 然後這個腳往下壓 妳是不是要抽筋了 先生妳來 妳來 妳來 不是 妳要躺正的 妳要示範 我看 太難了 小心 先禁止 可以 可以 小姐 小姐怎麼了 妳小姐怎麼了 謝謝 這個地板太滑了 我是偷一個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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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招是真的 這招很長 對不對 可以拉很長 無線延長 太厲害了 李甄姐也可以教她們怎麼 鎖虎好了 因為我覺得女生性格是鎖虎 對 現在很多人都是坐在那邊 比方說跟食物拍照 或喝東西的時候 靜態比較靜態一點的 然後在室內的 我覺得就是 身體方面就是要有個邪度這樣子 不要老是說 直直板板的這樣子 拍照 那當然就不好看 那 歪一點點 這樣子 她隨便一個髮型都美 好美喔 好有女人味喔 原來她的線條很順 別人在拍 別人在看妳的時候 妳就會 到了 到了 真的耶 我也要挑戰 常常就是對著鏡子這樣 其實她不是一定要持 就是有一個彎曲這樣 要這樣 要這樣啊 要學這樣啊 怎樣 小貞姐也可以 妳這樣啊 妳好 妳好 鎖虎很重要啊 好強耶 怎麼感覺要輕鬆鬆的 有真的 她好厲害喔 妳 妳啦 我幫我老公說妳脖子怎麼了 這樣嗎 我以為 對 現在 妳要推拿是不是 對 妳讓她竟然 她竟然穿那個襯衫 就看不太出來 對 但鎖虎真的 對女生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展現 沒錯 對 很性感的一個 女性性感的地方 因為很接近妳的嘴臉 這樣子 就順便一個表情下來 就 我回家練習 她現在沒有說 妳怎麼了 我怎麼了 聽說美貞姐今天有帶 好吃的甜點 而且是她自己做的 好 本來就一直很喜歡做烘焙的東西 那直到現在 因為我想說 孩子大了 怎樣有一點不一樣的事 所以妳不一樣是 孩子大了之後 妳才去做這個 沒錯 我一直想說 其實我一直以來 我都一直在陪伴小孩 從小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我是做生意做很多年 之後因為小朋友要開始 比方說 從差不多要深入國中開始 她的學業各方面都非常的重 從那時候開始 我反而停了下來 我就專心陪伴她 陪伴她讀的 那當然中間我就一直思考說 那她長大之後 像現在她長大 可能也要出國的時候 那留下我一個人我幹嘛 對 我說這樣子的話 會有空窗期 那這樣子會很難過 那我就一直在思考 這幾年我一直在想說 我可以做什麼 想做什麼之類的 那當然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真的有 像我們從小 這種這樣一直陪伴在小孩旁邊的 其實 因為像我女兒現在也是14 15歲 她一直強調自己快失誤了 急著長大 對 然後她就已經根本 要跟同學出去 已經慢慢不需要妳了 妳說那種失誤感是 我都覺得還好 我有出來在工作幹嘛 那萬一是那種真的家庭主婦 她真的會忽然失去重點 所以我就說 不要以為說 妳待在家裡什麼事情 不是說 都是為了小孩為了家人什麼的 放棄一切 沒想太多 但是總有一天妳會遇到的 這種問題 所以 一定要 一定要好好的是 這段時間 妳自己要充實好自己 自己要找出自己的興趣 這是很重要的 不管是將來有沒有用得到 我覺得都是可以怎麼說 提示妳自己的嘛 同時 學到就是妳的 沒錯啊 妳要有健康的心理 開心的心理 才能夠漂亮起來 妳沒有聽過我很多朋友 他們去健身房運動 都是為了要吃 對啊 不是喔 我是為了要喝酒 妳得要踏出內部 一直往前走 我覺得 世界還是很大 真的 我常常感覺到 我都已經往前走 妳為什麼還是一直在叫走 對 反而是周邊的人 這樣嗎 對啊 我常常感覺到 我懂妳的感覺 然後走南去喝酒 走南去喝酒 好刺激的 我的甜品都是比較南洋 南洋的口味 對 好香 然後我今天帶來的是 真的很香 那個什麼 斑南葉的香味 斑南葉 我喜歡它南洋的這個味道 妳也是 空氣中 交來一絲香甜的氣息 是哪裡買 不換著我尋覓家鄉的記憶 在叢林 什麼 意識 密室 密室裡傳遞 貼近自己南洋手作的幸福味道 很香 對 好香 有幸福的味道 這是斑南葉棒蛋糕 然後是 抱歉 這是香 然後是泰式 我喜歡香 我喜歡香味 這是我獨家 我自己做的一個 茄子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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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的 然後它可以蘸著這個 蜜色的這個 蜜色來吃 這磨吐司也很好吃 磨吐司也很好吃 好香 我喜歡這個 這個香氣 這個就是南洋獨特的斑南葉 它是獨特的香味 南洋的香味 對 滿獨特的一種香 給你們聞一下 真的很香 好棒 好好吃 新加坡機場的味道 對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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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 可以吃嗎 可以吃 而且美貞姐這是你手工對不對 全手工 這是我手工 完全 我是剛剛做的才來的 這裡有這個 這裡有這個 對 好香喔 好香喔 我戴著麵罩都聞得到 對啊 香味 超香 沒有蘸醬都好吃耶 好香喔 這個其實對 可以吃吃看 其實做甜點滿難的耶 因為它的比例要好精確 沒錯 我覺得因為要很多時間的去試做 不停的做不停的吃 才找到我自己屬於自己的味道 香辣醬好好吃 對… 那邊有那個 妳用我的好了 因為我湯匙沾了 我沒有弄口的 好香喔 好吃耶 妳現在再試試看 好香喔 裡面是濕潤耶 對 湯匙沙湯 湯匙沙湯很乾 對… 好吃… 那放蛋糕不要再碰 我要再回家 好… 對 還有這個可以蓋起來 我覺得有時候 雖然我們大家都會說 對 就是時候要維持身材的時候 有些東西不要吃 但有時候就是吃點甜的 還是很開心 沒錯 我覺得其實講一個重點 開心很重要 對 如何讓自己維持一個 良好的一個狀態 開心確實很重要 很多人就說 什麼 像油犀身嘛 對不對 妳要有健康的心理 開心的心理 才能夠漂亮起來 妳沒有聽過 我很多朋友 他們去健身房 運動 都是為了要吃 對啊 沒錯 我是為了要喝酒 我很高興高累 你動力 這就是動力 就是運動 就是讓妳每天流個汗 然後妳就有點吃進去 所以我就覺得說 妳每一天 不要覺得好像 什麼都不能吃 然後很壓抑自己的心情 然後不開心也會發胖 沒錯 所以吃一點甜的 就讓妳覺得 提醒自己有那種戀愛的感覺 真的 好久沒有了 雖然兩位女神 在螢光幕前 光鮮亮麗對不對 但是其實 這個感情背後 我覺得每個女生都是 經歷的風雨 低潮期 一定也很多故事可以聊 對 對啊 明珍姐妳真的好 轟轟烈烈的一段 應該是 年輕的時候轟轟烈烈 我覺得很好 你自己有一些回憶 那我覺得那些都是過去 像我以前要是遇到 就是感情的狀況 我就是那種好像 就不太想工作 好像整天就只想要陪在 陪在男生身邊的這種人 所以其實經歷過 這樣一段感情之後 你就會覺得說 這些好像都不是太實際可靠 是 因為它不一定會永遠存在 對 那如果不見了 你可能都還要經歷很長的 一段過程 對 其實這些我都經歷過 所以到現在呢 你看待情感的這個態度 跟怎麼講 就會比較理智一點 是 但雖然就是 還是很期待喔 不是說很期待 就是你還是很有 希望在這樣的感情 可是你會比較理智 是 但她 西中平老師當初打動你的特質 你覺得是什麼 因為她很幽默 我記得好像 我跟她隨時都是 遠距離的電話也滿長的 然後就是一直很哈哈笑開心 我覺得就是她很幽默 她也就是有才華 就是音樂 有才華男生真的很難抗議 然後主要就是 她會讓你比較輕鬆 是 做什麼都不會限制你 要拍回戲 要拍什麼都無所謂 我覺得就是這種 讓你很放鬆 但是她 她同時又可以 看得很遠 想得很遠 她就會給意見 然後是 我想說怎麼 我已經很獨立了 可是她有時候 你跟她聊一聊的意見是 我怎麼都沒有想到 她想的這些東西 又細心 就是讓你覺得 比較放心 像剛剛講的這種 就是讓人家很羨慕的一段 她又可以幫你解決問題 然後又可以陪著你很幼稚 然後又可以讓你笑 就是一個很夢幻的關係 更難的 所以就這樣子被騙 被騙 被騙應該是說 你說婚前婚後有什麼差別 那才叫被騙 你說婚前婚後的差別 因為你知道像她這種很幽默的 然後又交友廣闊的人 其實她很多的時間都是在外面 一直到小孩三歲以前都這樣 她都是在外面 但是我其實是滿獨立的 我也覺得OK 就是我也有自己的空間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關係 對我來講是適合的 然後一直到小孩子三歲以後 漸漸長大了 她開始就把外面的 她就全神灌注在小孩的身上 當然小孩的身上 當然就是我們相處的時間 因為會變很多 對 一開始我還覺得不太適應 獨立習慣了吧 獨立習慣我覺得不太適應 她的建議 她的意見 對小孩子來講都是好的 我們會互相的溝通 都是好的 一直到現在也都是好的 所以我就覺得說 有一個父親他願意花很多的時間 包括教育跟教養在孩子身上 我覺得當母親 我當太太或者是小孩的媽 應該要很開心 因為你有一個神隊友在旁邊 對 可以分擔你很多很多的憂愁 對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後來我就慢慢的適應了 對 然後我們也是 因為小孩的教育 是擺在我們兩個共識的第一位 所以我就覺得OK 那即便相處時間變多了 我們就告訴自己說 他還是要有自己的空間 他想做音樂 你想跟誰朋友聊天什麼什麼 你都是有自己的空間 我覺得要耶 我自己也要我有我的空間 對 真的 所以這應該算是你們的 也算是你們夫妻生活的座右銘嗎 對 彼此還是要留 我們不會彼此干涉很多 但是會互相給意見 那這樣很好 承承彼此的後盾 對啊 妳會干涉他嗎 我干涉他很多 他連吃什麼都干涉 他吃的妳是該干涉好嗎 對 我該管一管了 對啊 但你們就是會 比如說彼此介入彼此的生活太多嗎 因為我老公就有點像我的長子 所以我就是一次帶兩個小孩子在管教 那好累耶 所以我有時候真的覺得好累 我要怎麼樣能夠像明珍姐一樣 這麼獨立 能夠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有些老公就是長不大嘛 對 對 我覺得這個太累了 因為我覺得妳講的是兩種狀況耶 男生有時候是像 比如說像剛剛妳講的紀中平老師是這樣子 他可以獨立去完成他自己的事 但有一些男生是 他就是必須要等妳去陪他做這件事 對 要盯著他 就會很累妳知道嗎 就可能他要去看個醫生 他都要等妳有空 沒錯 然後妳就會覺得壓力滿大 心理同源很大的壓力 妳怎麼不自己去看 對啊 我想說妳都已經很累了 什麼事情都有 其實真的 因為當媽媽的角色是真的很累 妳如果還要再管一個長不大的孩子 實際上好辛苦喔 我一想到我就累 真的喔 那梅珍姐的感情觀呢 妳覺得妳從過去到現在有改變嗎 當然變化很大 我們都是算是乘風破浪的姐姐 真的 真的 其實我跟明珍很像 因為我想我們都是摩羯座的 對 摩羯座的真的很像 以前只要談戀愛 完全的心事放在男朋友身上 對 全部以她為中心點 就這樣好像都忘了自己那種感覺 她發現那是錯誤的 沒錯 我覺得很多包括現在的人 也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特別是年輕的 當然是講年輕時候的我 年輕的時候都是這樣子 那自己也會有一個夢想說 我結婚我一定要生四個小孩之類的 都會有這種藍圖耶 對 因為我媽媽就是四個小孩的 然後我們就很開心 大家庭 我喜歡大家庭 熱鬧 那我就想 我跟我老公一定要生四個小孩 那種組成一個大家庭這樣子 後來慢慢的喔 好啦 這個不行 兩個好了 一點 一直妥協 兩個也不行嗎 好啦 給我生一個好不好 這樣子你知道 就是會徵求這樣 當然 怎麼說 時間一直到現在 當然就是經過很多的波子 感情上面 但是我覺得我 我是一個 一直往前看 往前走的人 我不會說 放不下等等 那我覺得只要偶爾回頭 笑一笑也是OK的 那我覺得最重要是你 你得要踏出那一步 一直往前走 我覺得世界還是很大 很美好 真的 真的要往前走才會進步 沒錯 不要說 別人 我常感覺到 我都已經往前走 你為什麼還是一直在叫著我 對 反而是周邊的人 你知道嗎 他不知道 對 我都離那一趟 走來不喝酒 真的 他自己的 對 陳明珍求他保守經好 連醫生都叫他放棄 反反覆覆親近後 大概有五年 好久喔 我都沒有放棄喔 有年耶 我要打到沒有軟為止 去打針 去取軟 然後打麻醉去取軟 然後這樣的一個療程 已經習慣了 五年耶 醫生叫你放棄 很多人就是覺得 醫生叫你放棄 是好就算了 我就放棄 可是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如果自己放棄了 我就一丁丁的機會都沒有 其實我發現很多放不開的 都是在糖尖的 真的 真的 而且美甄姐有一個座右鳴 我聽了也好感動喔 就是美甄姐有講過說 要當一個 沒錯 這就是我為什麼 這麼快可以走出來的原因 因為我們也有小孩 我不想讓她看到不開心的媽媽 但是會影響到她的成長過程 對 所以為了她 我就是想辦法讓自己走出來開心 但是是要真的 是要這樣子 才能夠真正的快樂帶給小孩這樣 所以我不斷地去 怎麼說鼓勵自己也好 去做更多的接觸 外面的接觸 去學習 去認識更多的朋友 其實讓自己真的想辦法去開心 但是真的是要開心 當然是直到是 我有運動之後 我更開心 聽到了 聽到了 三個 作品記下來 真的 就是很重要的事情 運動是很紓壓的一件事情 沒錯 運動再加上我做甜點 也是一個很療癒的一個 做開心的事情 對 很開心的事情 所以整個 現在我的生活都是這樣子 當然也是為了小孩 我有時候一直在為小孩付出 但是我想說 她已經今年十九歲了 那她很快真的是要出國 離開我身邊了 我只能在這段時間裡面 好好地再寵她一下這樣子 然後再陪伴她 那之後就是她的生活 跟我的生活就是完全不一樣了 所以不管怎麼樣 我都覺得說 這段時間就是 還是多陪伴小孩 然後雖然是工作也快要開始了 但是就是很累 就是工作媽媽 工作媽媽 可是會很滿足 你不覺得嗎 很滿足 沒錯 這時候如果再有人來問說 那妳有沒有想交男朋友的時候 妳就說 我哪有來時間 真的 對不對 我就問我說 我都沒時間好不好 我看不到別人了 可是有可能 比如說在兒子出國之後 那妳的生活只剩下工作 那妳另外一部分 妳會覺得 是時候可以接受 或許有一個對的人出現的話 我覺得我就是很順其自然 我不會太去強求 或刻意去認識什麼人之類的 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 上天給妳安排的時候 妳自然就會出現 擋也擋不住 對啊 我說這種東西 我說不需要特別的去召集就幹嘛 我 其實我一個人也活得很開心 當 反而多一個人的時候 都死了 對 對 好 對啊 對啊 我覺得現在多為自己活一點吧 很重要 我覺得前半段 我一直為別人而活了 那我想說 尤其是為人妻為人母之後 真的千萬不要忘記自己 真的 這樣太好 曾經我們也是個少女 漂亮有自信 很多人喜歡的人對不對 所以不要忘記自己 妳愛家人 愛丈夫 愛小孩 同時也要更愛自己 妳覺得現在終於可以到一個時段 是可以靜下心來做自己 沒錯 對啊 這真的很重要 所以其實真的 有沒有說 也不要把話說實 就是說好像不再談戀愛 或是不再談戀愛 我覺得現在有人覺得 我也很歡迎 就是 對 但是如果 那我想好奇就問妳 如果對婚姻這個看法 妳會想再走進去嗎 我想說 婚姻對我來說 從以前到現在 比方說 之前別人一直問我說 妳離婚了沒 妳離了沒 妳簽了沒 我說妳幹嘛那麼著急 我說這只不過是一張紙 對不對 我認 我覺得離了就離了 對不對 那沒離也是就沒離 就這樣子 我的認知 不是妳的認知 對 這樣子 所以結婚也是一樣 結婚也只是一張紙 對 我說 如果兩個人 沒有好好的相處 或者好經營下去了 我覺得婚姻不婚姻沒有關係 真的 我們不懂 真的是要有故事 有經驗的 才能夠講出這些肺腑之言 可以啊 妳也可以製造一些故事 如果妳想要 我覺得 有一點很重要的就是 妳能夠做到不計較 其實我覺得這一點 非常難得跟重要 不管妳的前段 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兩個人在一起 一定有誰 我不能都說是誰有誰不有 對 其實就是不要再去計較 對 不要再去怎麼講 理會那麼多的 別人的誰有誰 應該就是說 原諒他人放過自己 對 妳就會開心 可是我真的覺得 有比較困難的一點 對我來說 當初就會覺得說 因為我們都會盡量 在小朋友面前做到是 非常OK的 也不希望小孩去感受到 父母之間的情緒或什麼 可是妳就會覺得 有時候他回來 有時候在講說 大家都覺得 爸爸很好啊 很怎麼樣的時候 妳就會說是喔 沒有 然後妳心裡就默默覺得說 孩子妳真的 不知道 所以妳看 不計較有多重要 對 對不對 妳不計較有多重要 好啦 有時候也是放過自己 好啦 沒有 我覺得 女人嘛 還是會有難過生氣的時候 我覺得就給自己時間 去難過 去痛哭一場也OK的 這沒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我覺得難過之後 妳就是 我又是我了 但妳現在 因為妳小孩已經十九了 妳會跟他講心事嗎 妳覺得適合跟小孩講心事嗎 我會啊 我會 現在慢慢都會跟他講 因為其實我跟他的關係很密切 我常會跟他聊天 什麼都聊之類的 那我還記得前幾天而已 我還 不是前幾天 對前天我們去打球的路上 我就問他說 他怎麼說 他說不知道 這樣 不知道 我就知道 他的不知道就是不想 我說真的不知道嗎 我說我去交喔 我去交個男朋友 他說不知道 我說那等妳出國好不好 他說不知道啦 我放心妳一個人吧 他 他 其實他 他OK 他爸爸去交OK 但是 小孩都做了 對 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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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從小開始 他長大 對 因為我們都是陪伴小孩 爸爸可能三天兩頭才看見 真的耶 對 對 所以這是好事的 這代表說他比較注重我們 比較在意 妳好樂觀喔 自己當 我之前Emma會管妳 知道不知道 有沒有伴侶在身邊 他不會啊 真的 他就是那一種說出說 爸爸交可以 但妳就不行 對 這一種 我就說哪有那麼不公平 他說就是什麼不公平 對 死小孩 真的 對啊 生小孩的過程當中 我知道明珍姐是非常的辛苦耶 我是因為太晚覺悟 所以很辛苦 因為就是以前沒有想那麼多 到後 到後來覺得 以前有到不生嗎 不想生這樣 以前真的沒有很積極 曾經有想就是 就這樣子啊 就這樣子也不錯 因為一直在工作 但我發現就是因為這樣一直工作 就蹉跎了太多的時間 到後來真的想的時候 我不得已 我第一 因為年紀也大了 我一定要求助醫學 然後就從此開始 就一直一直試管英文的療程 哇 真的要打很多針啊 對 然後這個過程呢 不是一開始順利嗎 然後經過很多很多的轉折 所以我不是用次數來算嗎 我應該是用年 幾年級來算 那妳中間有什麼問題 妳就去處理這個問題 比方說我中間曾經還那個子宮肌腺症的問題 妳就去開刀處理 然後調養 所以這樣子 反反覆覆 前進後後 大概有五年 我都沒有放棄 對 然後我就給自己的一個信念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妳到後期已經習慣了 比方說去打針 去取卵 然後打麻醉 去取卵 然後這樣的一個療程 已經習慣了 妳好勇敢喔 好偉大 可是妳知道我之前都不成功 我覺得我如果不繼續堅持下去 我之前的都白費了 然後我就告訴自己說 沒關係 我只要有一點點 一丁丁丁丁丁的機會 我都要試 我如果不是的話 我就沒有機會了 所以一直試到後來 我都不知道說 為什麼到後來會突然之間順利 當然我們是有用了一些方法 就是取卵取了之後 先冰跟胚胎 就是跟老公的精子 他培養成胚胎之後 先冰起來 然後冰了好幾顆之後 就放就是植入 那當然之前都不成功 後來植入三顆 就成功了兩個 所以就變成我現在有雙胞胎 那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我之前那麼辛苦都沒有 我覺得就是女人嘛 第一個一定要堅持 那時間到了 或許是上天他看到你的努力 他願意給你 他就會讓你很順利 所以我後來就是這樣 成功了之後 也好像也順利 生小孩或者是在過程當中 沒有太痛苦 那我覺得這個是 小孩子帶給我的 一回雙胞胎蠻累的 可是我覺得還好 雙胞胎 我就是覺得 我覺得挺不錯的 所以其實當初的決定很重要 如果我放棄 因為甚至連醫生都叫我放棄 五年耶 醫生叫你放棄 很多人就是覺得 醫生叫你放棄 就算了 我就放棄 可是我就跟醫生講說 我如果自己放棄了 我就一丁丁的機會都沒有 可是過程當中 你的另外一半沒有 覺得說算了太心疼了 你放棄了 有 其實他有安慰我 就是因為 因為有小孩是我自己很想要 然後我們當然是答案共識 可是他沒有 他沒有傳宗接代的這種 怎麼講 擔憂 所以他 他有告訴我說 那算了啦 因為在打那個排卵症的過程 因為我算是年嘛 他那個 他那個肉都會浮腫 到後來都會嘛 因為是荷爾蒙 然後他 又覺得你好辛苦 尤其是 都不成功 那個情緒上的起伏 後來他跟我說了一句話 他就跟我聊 他說你知道嗎 像 一旦走入這種 室館的療程 尤其像我們這種 基礎條件 就是比較 年紀比較大的人 這種喔 你不能心急 人家這種都是 長期抗戰 所以你心急 沒有辦法幫 幫助不了 所以呢 我們就把心情放下來 長期抗戰 我就願意長期抗戰 所以幾年之後 我就如願了 動你女生給孩子的祝福 媽媽是永遠的靠山 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們當家長的一定是 全力的去栽培 可是呢 以後想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要靠她自己去選擇 選擇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自己最重要 展開你的理事 你的追求 你的所有的夢這樣子 那媽咪在這邊也 也正在追求我自己的夢 好棒喔 好棒喔 今天有身邊另外一半這樣支持 會讓心理素質更強大 能面對這一切 其實另一半說真的她 她只要鋪著頭 因為其他事情 都沒她的事了 對不對 沒她的事了 也是啦 但是女生真的很辛苦 對 但我覺得這些辛苦 妳都走過來了 還有什麼事情過不去 對 是不是 真實 對啊 結論是好的 超快 對 美甄姐 妳兒子 就是現在持久了嗎 她已經過了整個 所謂我們講的叛逆期 跟青春期 算是 算是這樣子 尤其是這一年 當中疫情期間 我們的關係變得更文明切 這樣子 相處的時間多了 對 沒錯 而且 真的 我們的家人 因為我們的家人在馬來西亞嘛 那我們快兩年沒有見到家人 所以這段時間 就是我們兩個人 就是日夜的這樣子相對 然後結果反而是 感情越來越好這樣子 但妳們有曾經出現過代溝嗎 就是 有啊 就像我想說 大概就是國中那個時間 對 真的 實際上國中 小男生那種感覺出來了 知道嗎 我跟她 我從小跟她的關係很密切的 我們常常都講悄悄話 手牽手 抱抱 輕輕的那種 那國中有一天 我去學校 我去拉她 就甩開我的手 我情一天噼零 然後第一次 第一次被甩開 然後說 媽 妳不要跟我走那麼近 這樣子 然後我說 為什麼 我說不要 不要 對啊 就一直跟我講這樣 那我就一直想說 發生什麼狀況 對 我就擔心什麼事情 結果我就聽朋友 媽媽這樣子講說 她說 因為怕別人 看到她跟媽媽走在一起 好 這樣子 可能就像她是媽寶 她喜歡的女生正在看她 對啊 媽媽也很訓 真的很長一段時間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就很生氣 我說妳怎麼可以這樣子對我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真的經歷這段過 真的嗎 真的嗎 但是妳也會這樣 我們只要一出國 她昨天還跟我講說 我覺得我真的很乖 我叛逆起來還沒到 我沒有 親吹蝦 我說拜託妳不要好嗎 她會甩妳的手嗎 她在外面會 真的 女生也會 我應該說在學校會 但比如說在外面 如果是跟我的朋友 她就無所謂 像她還是會抱抱 還是會親親 還是會幹嘛 她想讓人家知道 她在長大了嗎 我覺得是 沒有 但是我們一出國 天啊 我們就像情侶這樣子了 阿姨恢復了親密的關係 因為那時候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看到 有認識的她 所以我很喜歡跟她一起出國 那我們就可以很好的這樣子 很親密 很親密 這關係要好 真的很重要 但是因為她國中 因為我還是想辦法 因為還是真的是 時間到了 那個叛逆期就有 真的騙不了人 但以後她交女朋友 妳會不會覺得很失落 她出去簽的是女友了 我常說 她說 妳這樣子對我以後 妳也會這樣子對妳女朋友 她說 妳會嗎 她說 誰管她 好親密 好可憐 我說這是假的 我說我才不相信 我說等女朋友出現 妳才不會這樣子 對 我們後來是因為打野球的關係 我們的關係重新變好了 因為她是學校的校隊 她從國中開始 她就是 剛開始我是陪著她 一直念球 在學校上課 然後我就 她練三個小時 我就乖乖坐在那邊等她三個小時 對 我就持續了快一年多的時候 終於有其他的媽媽看不過去 她就說 妳為什麼老師坐在那邊三個小時 妳就過來跟我們打球吧 這樣子 我說這樣子 好吧 那我就去打 沒想到一打就打出興趣 對啊 而且現在跟格子有共同的話題多 沒錯 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們就是 因為日愛打野球嘛 所以我們看很多的球賽啊 那戴智儀那一場 妳們兩個應該看得很精采 好巧喔 這樣子亂七八糟的 對啊 對 我覺得這真的好棒 兩位有對孩子 應該就是說 這是透過鏡頭的機會 要不要跟孩子喊話 就是媽媽想要給他們期望是什麼 好不好 妳跟姐姐好 孩子還很小耶 沒關係 以後我們會Call給他 其實我覺得因為是 父母親親自去帶孩子 所以其實孩子有很多一舉一動 都逃不過我們的眼睛 那有時候我們也是會 配合他啊 迎合啊 用他的語言 那我記得說前幾天 我的小孩子 這是讓我滿訝異的 他就突然晚上睡覺的時候 我都會跟他們講完故事之後 陪他們睡完之後我再離開 他們有自己的房間睡覺 然後呢 他就突然跟我講說 那個大兒子 他說 媽媽妳知道我現在在想什麼嗎 他說 我說我不知道耶 妳告訴我 妳在想什麼 我在想怎麼慶祝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剛好要鋼琴比賽了嘛 他說 我們鋼琴比賽之後呢 我們應該是買一個大蛋糕 然後啊 妳今年啊 因為我的生日是在今年的一月份 他說妳今年生日的時候 妳跟朋友出去到半夜才回來 我們都沒有在家一起 那順便 順便慶祝 可是妳以後啊 生日的那一天 他說我們要一起慶祝吃蛋糕 小孩對我們霸道可以 那老公講這句話 妳給妳試試看 我聽你的事情妳記得到現在 沒有啊 因為老公我OK啊 我說我朋友要走我去 可是老公更小孩子 老公就OK了 那我只是覺得很訝異說 他怎麼可以連結到這麼久以前的事 因為他現在才六歲嘛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小孩子的心思 心思其實是很縮密 很細膩的 那我以後還是會告訴他們 不管做什麼事情 我們當家長的一定是 全力的去栽培 教育 讓他可以很專精 可是呢 以後想做什麼事情 我覺得要靠他自己去選擇 選擇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做自己最重要 一直到現在還是這樣 我不會很霸道說 你一定要做這個事 你一定要怎樣 所以為什麼在教育這方面 我們就是花很多的心力 我們就是想要為了未來 讓他們有很多的選擇 所以我們現在就花很多的心力 跟精力在他們的身上 是 做自己就對了 真棒 女生姐 那其實我 其實我是跟小孩一起長大的 他的成長 他的出現 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幫助 那像雖然是我為了他 我選擇了 放棄了很多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我到現在 我還是沒有後悔 因為我擁有了他這樣子 那現在他長大了 我也長大了 我也現在有開始有自己的事業 這樣重新有開始自己的事業 我就想說 兒子你就不用擔心媽咪 然後就 在這半年裡面 好好的準備 你要出國的所有的事情 然後去 展開你的人生 你的追求 你的所有的夢這樣子 那媽咪在這邊也 也正在追求我自己的夢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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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真的不管是孩子 不管是我們所經歷的一切 都是上天送給我們最棒的禮物 妳又哭了 對啊 真的 好感人喔 想到兒子要離開 我就很感動 真的 你兒子才五歲耶 我知道 買澡好嗎 那我們要好好珍惜這份禮物 對不對 我覺得女人也真的是 應該說世界上最辛苦 也是最複雜的一個角色 對 所以有時候說我們女人 心思比較複雜 但因為我們要想的事情 顧慮的事情太多了 對 所以這是男女最大不同的地方 期待我們未來也可以 像兩位女生一樣 心 森林各方面都滿分 好嗎 祝福你們 謝謝 喜歡我們的節目還可以在哪裡看呢 歡迎大家追蹤訂閱 聽媽媽的話 粉絲專業YT平台還有IG喔 耶 大家下次見 拜拜